好了搞定了一般的买卖合同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特种买卖合同 特种买卖合同呢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四个 分别是分期付款的买卖合同 平样买卖合同 适用买卖合同 还有商品房买卖合同 这四个特种买卖合同当中 你说谁重要呢 当然是商品房买卖合同重要 所以前边这仨合同指两颗星 商品房买卖合同 单独再给他加一颗星 就这么样一个标准 好我们来看 首先第一个是分期付款的买卖合同 分期付款要求至少得分三期 如果就分两期 这个不行 至少要分三期 好 那我们来看分期付款当中 出卖人的权利啊 说分期付款的买售人 如果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 达到全部价款五分之一 经催告后 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到期价款 出卖人可以请求买售人 一并支付到期价款 与未到期的全部价款 或者解除合同 当然出卖人解除合同的 双方应当相互返还财产 同时出卖人可以向买售人 请求支付该标的物的使用费用 好 那么理解这个内容是可以考主观题的 这个内容是可以考主观题的 首先第一个分期付款买售人 一定是未支付到期价款 达到全部价款的比例是五分之一 未到期价款有多少我不管 我是看到期他应该支付 但是他没支付的是多少 这个要汇算比例的啊 这个要汇算比例的 好第二个 我们必须还要再履行一个程序 什么程序 催告程序 为什么呀 很简单 因为未付到期价款 即使达到了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 他也不一定就会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所以 我们要履行催告解除的催告程序 好 那么如果催告了在合理期限内 他仍未支付 那我们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要求他支付已到期和未到期的全部价款 就我不给你分期了 因为你不讲信用 那你就把所有的钱都给我 好 你要不给怎么办 好第二个 那咱们就解除合同 对吧 你不给钱的东西我就不给不卖了 拿回来 是吧 这就是两条路可以走 如果说 对方选择支付全部价款了 当然就没什么了 那如果说 对方 不付款 不付款选择了解除合同 那合同既然解除了 那我们是不是要相互返还财产啊 对方要把东西拿回来 那我们要把钱退给对方 但是大家要想到 钱 人家给来的是多少 我们退回去是多少 它是不受影响的 但是东西 我们拿出去的时候可是新的 它退回来的可是旧的 因此 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可以要求他去支付使用费 这就是这个条款的整体的一个立法处中 所以要求大家关注的几个点 第一个是到期价款比例五分之一 第二一个程序要催高 第三一个他的两条选择 可以要求支付的是以到期加为到期 就是合计在一起的全部价款 而不是只能要求他支付到期的价款 好 那如果选择解除合同 还可以要求支付使用费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特种合同 是凭样品买卖的合同 所谓凭样品买卖的合同 就是你把这个东西放在我这儿来 那以后你给我发货 我要求都跟他要一模一样 所以凭样品买卖的合同 这个样品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未来旅行合同交付标的物的一个参照 所以我们管这个东西叫参照物 那未来你说你旅行合同符合约定 我说你旅行合同不符合约定 依据的是什么 依据的就是你发的货跟这个样品 它的相似程度 对吗 正因为如此 所以这个样品我们就不能随随便便乱放 那随便乱放出了问题说不清楚啊 因此我们要求要对样品干嘛 封存 凭样品买卖的当事人应当封存样品 必须的事 然后并可以对样品的质量予以说明 对样品质量予以说明 实际上是为了方便于后续的参照 我告诉你我这个样品的成分和含量 其中有效物质的含量是多少等等等等 是方便于你后续不用先检测样品 再去检测我们的这个合同交付的标的物了 对不对 但是封存样品是必须的 对质量予以说明是可有也可以没有的 这个可不是必须的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凭样品买卖合同 出卖人的义务 作为出卖人 他交付的标的物应当与样品 以及其说明的质量相同 为什么相同 不相同 我还凭什么样品买 这不参照物吗 对吧 第二 如果买售人不知道样品有隐蔽瑕疵的 即使交付的标的物与样品相同 那又如何呢 你这个样品 它就有问题 你不能说因为样品有问题 所以你交付的标的物就认为是合格的了 对不对 那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 仍然应当符合同种标的物的 通常标准才可以 好 接下来 第三个就是适用买卖 适用买卖 适用期间的长度 谁来确定呢 双方当事人有约定 从今约定 没有约定 依据民法典的规定 仍然不能确定 就由出卖人来确定 是出卖人还是买售人 看准 常识吧 好 接下来 第二一个 就是视为购买 什么情况下 我们就视为 适用买卖的买售人 购买了标的呢 是你在适用期间 发生了非适用的行为 第一个 叫适用期间届满 买售人 对是否购买标的物 未做表示 试用期间届满 买售人 对是否购买标的物 未做表示 为什么我们就视为购买了呢 想一想 我们的合同法 它是为了 干嘛 促成交易的 对吧 第二一个 我们是为了防止买售人 占便宜 对吧 你看咱们俩约定 适用期一个月 适用期满了 如果你不要 你应该给我退回来呀 是吧 那你黑不提白不提的 你一直在用着 你什么意思呀 如果不好 你会继续用吗 不会的 对吗 所以同时 我们又为了促成交易实现 因此 如果买售人 对是否购买标的物 未做表示的 那我们就是 默 怎么着 默认还是默不认 默认 不是默据 好 第二一个 是买售人在试用期内 已经支付了部分加款 试用期间 你是不需要支付对价的 那如果你支付了价款 我们就认定为 你愿意购买 第三 买售人在试用期内 对标的物实施了出卖 出租 设定担保物权 等行为 试用期间 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吗 不转移 还是出卖人的 对吧 那你这个就叫无权处分 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实施了非试用的行为 那当然 我们就视为你愿意购买 好 第三个 不属于试用买卖的情形 一共四条 两条两条的看 先看前两条 第一条说 约定标的物经过试用或检验 符合一定要求时 买售人应当购买标的物 第二条说 约定第三人经过实验 对标的物认可时 买售人应当购买标的物 同学们 如果你是出卖人 你敢跟买售人这么去约定 说明你这个商品 它一定能符合要求 一定能通过实验 对吗 所以它就不属于试用买卖 好 三四两条 放一块去看 说约定买售人 在一定期限内 可以调换标的物 约定买售人 在一定期限内 可以退还标的物的 不属于试用买卖 七天无理由退货 十五天无理由换货 是试用吗 那就是买卖 对吧 好 看题 这是2021年的一道单选题 说下列关于特种买卖合同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谁 A说分期付款的买售人 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 达到全部价款五分之一的 出卖人可以直接解除合同 对吗 不对 错哪了 分期付款的买售人 未支付的到期价款 比例达到全部价款五分之一 这都没问题 但是错在于他要履行什么程序 催告程序 他不能直接解除 B说 凭样品买卖的当事人 应当封存样品 并对样品的质量予以说明 对吗 不对 仔细看 仔细看错哪了 对于样品是应当封存的 但是对样品的质量说明 你要这么说 那就相当于这个应当连着他一起管了 对吧 你弄个应在这摆着 什么你以为我看不见吗 那应该是什么 可以吗 对吧 你这个应当跟应不是一个意思吗 C说 以招标投标方式 订立买卖合同的 投标人的投标 为 要约 这个内容有什么可说的呀 正确 我们在前面讲要约 新要约 要约邀请 和承诺的时候 我们讲过这个问题 是吧 招标人发布的招标公告 这个是属于要约邀请 那么投标方 投标人提交的投标 为 要约 那最终的定标 就是承诺 自中标通知书 到达投标人士 合同就成立了 对吧 第一说 适用买卖的当事人 未约定适用期限 并依照法律有关规定 仍不能确定 有买售人确定 谁确定 出卖人确定 你要有买售人确定 买售人就说了 那我就适用一辈子吧 错了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就是C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四个内容 商品房买卖合同 这个呢 是特种买卖合同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 这里边每一个点 都可以考出关系 首先第一个 就是它的适用范围 商品房买卖合同 首先第一个 你得知道 它指的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将尚未建成 或者已经竣工的房屋 向社会销售 并转移房屋所有权 与买售人 买售人支付价款 的买卖合同 那这句话考试怎么考呢 很简单 告诉你 老侯和老赵 签订了一个 二手房买卖合同 然后后边 怎么怎么怎么着 它适用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规定吗 不适用 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规定 不适用于工房出售 也不适用于二手房的买卖 它只适用于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新房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广告 广告呢 一般情况下呢 是属于要约邀请的 但是如果在特殊情况下 满足要约条件的 就视为 要约 那什么情况下 会满足要约条件呢 这块告诉你了 满足三种情形 三个条件 同时满足 哪三个条件 第一个 出卖人就商品房 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 以及相关设施 所做的说明和许诺 第二一个 要具体确定 第三一个 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定例 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 有重大影响 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 我们就会将之视为要约 那么一旦视为要约了 好办了 即使它未订入合同 仍然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 当事人违反 仍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主观题考定 主观题考定 举个例子吧 两个情形 大家分别来判定一下 他属不属于要约 在没有订入合同的情况下 买售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人民法院是否支持 第一种情况 话说 老赵呢 他已经是事业有成的一个人了 他现在呢 想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 希望呢 按照自己的想法 购买一个满意的房产 他这个人呢 就是比较宅 有一天呢 他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呢 看到有一个楼盘 在发广告 宣传 他就拿过这个宣传单了 然后一看 这个楼盘的名字呢 叫一站到底小区 价格呢 比周边的小区呢 要贵上呢 10% 老赵呢 就不太理解 说你给我介绍 介绍你们这个楼盘 为什么叫一站到底小区 你们比周边的楼盘贵 你们贵在哪 哎 人家这个销售员很热情 就给老赵介绍了 拿这个广告 他说 来 我给你讲讲 你看着啊 这是咱们那个小区的这个规划的这个蓝图啊 你看我们这个小区的设计啊 四面八方都有门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啊 这个能出去啊 不是不能出去 好 然后呢 你看你居住的地方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咱们这个居住的地方设计 然后我们这个小区呢 然后我们这个小区呢 在这个位置上啊 在这个位置上 有医院 有医院 是吧 你看病很方便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呢 有幼儿园 如果说家里边有小孩出生 可以在医院 生下来之后上幼儿园 不用出校区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干嘛呢 我们这儿还有学校 有小学 有中学 甚至呢 还有大学 你看咱们这规划 独圈 是吧 然后呢 这个位置呢 是这个公园 然后这边呢 是商场 超市 这边呢 我们还有写字楼 办公楼 是吧 你还可以在这上班 最主要的是 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们还有 这个东西 带烟囱的 什么呀 火葬场 不仅如此 我们在这些位置上 还安排了墓地 换句话说 为什么叫一站到底小区呢 就是你只要进了我们这个小区 你要是宅 你要是不愿意出去 你这辈子都可以不用走了 老赵一拍大腿 太好了 这就是我理想的安居之地 我这人就是宅 我哪都不想去 就这了 他就买了 结果买完之后 等到正式交房的时候发现 除了房子 啥也没有 老赵不干了 上人民法院起诉 主张开发商违约 开发商说了 我们那就是个广告 广告它仅仅是带有一种宣传的效用 你听说过哪个小区里边还有火葬场 还有墓地的是吧 你乐意别人住不住了 是吧 老赵说不管 我当时就是看中了你们这个宣传 我才来的 我要求你承担违约责任 可不可以 我们说可以 为什么 首先第一个 这些规划都是在房产开发规划范围内的 其次 这些说明和许诺是具体确定的 你有什么没什么说得很清楚 对吧 除此之外 你说对买卖合作的定例 对房屋价格的确定 有没有重大影响 当然有了 三个条件都满足吧 好 那你再看第二个例子 话说呢 老赵年轻的时候 那也是从小奋斗过来的 刚刚开始毕业 这个 找工作 那会儿手里边 没有什么钱 谈了一个女朋友 两个人呢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女朋友家呢 没有什么额外的要求 说了我们也不要什么彩礼 是吧 这个年轻人都不容易 但是呢 你们结婚呢 总的有一个住处 是吧 这个你好歹得有个房子 这个东西 丈母娘刚需 甭管在哪 你得有个房子 这就是人家的一个 最基本的要求 对吧 老赵说行 我努努力想想办法 于是他就开始看房 是吧 二环看太贵 三环看太贵 四环看太贵 五环看太贵 六环看还是太贵 后来在外边 在这儿看到了一个小区 正溜达着呢 看见这小区的宣传广告了 老赵拿过来一看 这个小区 比周边的小区要贵10% 但是老赵特别心动 为什么心动呢 因为这个小区宣传了 说未来 等我们这个小区建成的时候 这个北京的地铁128号线 在我们这个小区门口 有一站点 距离我们这个小区的大门 也就20米 那你出了小区上了地铁 直接你就能到你的办公地点 老赵算了算时间 挺合适的 因为他对通勤有要求嘛 于是老赵就定了这个小区 结果定完了之后 等到正式交房的时候呢 发现地铁128号线改线了 最近的一个地铁口 距离老赵他们家小区 有30多公里 老赵不干了 主张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 承担吗 不承担 虽然这个房屋设施 说明和许诺具体确定 虽然对买卖合同的定例 和房屋价格的确定 有重大影响 但是它不是商品房 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 换句话说 开发商能做自己 开发小区内房屋的主 它可做不了地铁公司的主 对吧 所以什么情况下 事为要约要承担责任 什么情况下 不事为要约不承担责任 这就是我们主观题考试的方向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预售许可登记备案 对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影响 房地产开发企业卖房 虽然说我们这个合同 适用于期房也适用于现房 但是绝大多数的房地产 它还是卖七房的 对吧 那卖七房 我们要求你就必须要取得 预售许可证 这是一个硬性规定 如果没有取得预售许可 房地产开发企业 与购房者签订的房屋 预售合同是无效的 但是呢 我们讲了 合同法 它是为了促成交易的 因此我们给了一个 补证的 机会 在什么时候 取得就能有效呢 起诉前 起诉前取得是有效的 在我们的诉讼程序里面 它是头 起诉 立案 开庭 一变 判决 执行 就这么一个过程 对吧 我们在之前讲过什么呢 讲过 开庭 对吧 人民法院 首次开庭前提交 哪讲的 仲裁协议 对于仲裁协议的效力异议 要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 如果说装傻冲冷 假装没有仲裁协议 向法院起诉 法院管不管 另一方 看他是否在人民法院 首次开庭前 向法庭提交了仲裁协议 对吧 除了这块以外 还有一个点 是我们 在前面 合同法通责篇里面 给大家讲过的 当违约责任 和侵权责任 选择适用的时候 当事人选择了其中之一 要进行变更的时候 在一审开庭前 是可以的 一审开庭前 就是首次开庭前 对吧 所以除了仲裁协议以外 还有一个 变更 变更什么 变更你的诉讼请求 到底是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还是追究对方的侵权责任 那么这一块 讲的是什么 预受许可的问题 他是顶着头来的 是吧 起诉前 取得就有效 一旦起诉了 你再取得 对不起 就不行了 好 第二个就是 登记备案 房屋预售合同 法律规定应当办理 登记备案手续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网签 但是呢 法律并没有规定 要办理网签 合同才生效 所以由于该登记备案 并非合同生效的条件 所以合同还是签字之日起 生效 但是当事人如果另有约定 是出外的 所以与登记备案相比呢 其实预售许可会更加重要一些 因为那是一个硬性的条件 好 接下来是法定解除权的行使 法定解除权的行使 你看上去好像在分择当中 每一个合同里边都有自己的规定 但是事实上你仔细去品 你会发现都是我们通则当中 那些解除权的延伸 咱们通则当中 学习合同的解除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免责解除 就是因为不可抗力导致的 然后第二种情况呢 是违约解除 违约解除呢 又分为这个预期违约 和旅行期限借满的违约 那旅行期限借满的违约呢 又分为延迟旅行 催告解除 和延迟旅行 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 直接解除 对吧 好了 那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对于房屋买卖合同 法定解除权的行使 第一条 说因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 不能交付使用 或者房屋交付使用后 主体结构质量经检验 确实不合格 第二条 说因房屋质量问题严重 影响正常居住和使用 这个是不是属于违约 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你家买房是为了看的吗 你家买房不是为了住的吗 它影响正常居住了 它主体结构的质量是不合格的 你还能用吗 所以就可以直接解除 不需要催告 对吗 好 接下来 第三条 说出卖人延迟交房 或者买售人延迟支付购房款 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 这种情况下会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吗 不会直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所以怎么办 那我们要催告 是吧 经催告后 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是吧 前面我们讲过合理期限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过这个三个月的规定了 是吧 三个月的合理期限仍未履行的 我们就可以选择解除合同了 那么这个考点 就是这个时间 把它记准 好 接下来 第四条 说约定或者法定的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期满后 超过一年 超过了一年 因为出卖人的原因 导致买售人无法办理所有权登记 知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我们就可以直接解除合同了 时间太长了 超过一年了 所以这些条款就是我们 总则边解除条款的一个延伸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贷款合同的 效力 我们现在买房子呢 当然有付全款的 但是更多的时候呢 是通过贷款来支付购款款 那大家得理解 就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贷款合同 他们俩之间会相互影响 你想想吧 如果说商品房买卖合同最终无效了 我这个贷款还需要贷吗 不需要贷了 好 那么如果我最终贷款合同无效了 我没贷下款来 我这商品房买卖合同还履行得了吗 他也履行不了 对吧 但是他们俩之间不是说谁是谁的从合同问题 一个买卖合同 一个借款合同 他们俩只是互相有影响而已 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相互影响 首先 如果未能定立贷款合同 导致购房合同无法履行 那我们看是谁的原因 如果是因为一方有过错导致的 那这个未能定立贷款合同 通常尽管应该是购房者的问题 你比如说 他这个资讯状况出现的问题 以前有多次信用卡的预期还款导致的 对吧 那最终这个贷款合同贷不下来 那你想 这种情况下 他交不了购房款 这个购房合同无法履行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了 那这个合同留着是不是就没用了 那我们要解除合同 因为是有一方原因导致的 所以没什么可说的 赔偿损失 赔偿另一方的损失 那么如果说未能定立贷款合同 是因为国家政策的调整 原来他符合贷款的这个身份 你比如说原来是什么 一套房二套房的这种规矩 是吧 那现在呢 因为国家政策的调整 导致他不符合 他没有过房资格 没有贷款的资格了 那因此导致的 这个贷款合同无法履行 这个属于不可抗例 所以怎么办 解除合同 解除合同 然后返还购房款的 本金利息和定金 换句话说 就是大家都没有责任 合同解除之后 你给我的钱 我退给你 我也不追究你责任 就这么个意思 好 第二个 如果是因为购房合同 被确认为无效 被撤销或者解除的 你这个购房合同 怎么去追责 我不管 总之贷款合同的目的是 无法实现了 对吧 我们贷款的目的是 为了付房款 你现在合同被解除了 我不需要付房款了 所以怎么办 那我们就解除贷款合同 然后呢 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 本金和利息 返还给担保人 和买售人 就完事了 是吧 你钱怎么打过来的 从哪打来的 还回到哪去 商品房买卖合同呢 那在我们往年的考试当中呢 基本上就是主观题来考 所以呢 我们没有过多的给大家去设置客观题 那未来等到主观题练习当中 咱们再来看 买卖合同 买卖合同就是这些规定 这些规定 我们下车的规定 我们下车的规定 我们下车的规定